前方眼 阿胜弟 一辈子 不准欺负我弟弟 哥 所原理之事 我们该怎么选择 无论被选中的是谁 都是天意 我们各安天命就好了 如果 我们能同时存在于这个世界 该多好 寻常人家的兄弟 本该如此 这么简单的事情 对于我们而言 为何这么难 当年誓言丹之事 后来我知道是艳然所为 所以当时你并不信我 还记得这里吗 跳下去的人 能够成为齐小萱 而留下来的人 只能做过孤狠野鬼 你 当年就是你 亲手把我留在这里 当年是因为我的懦弱 才没有选择相信你 没有在奶奶面前 为你争取活下去的权利 当年被选择的人 也的确应该是你 这么多年了 其实 我一直不敢面对跟承认 真正伤害你的人 是我 对不起啊 燕 直到上次我的元神 被覆在木屋之上 我才体会到你的绝望跟孤独 我知道 你从未想过杀我 否则上次我的元神 就不会存活着 这句木屋之躯 虽然不必魂静 但也足以让你体会一下 在黑暗中的滋味 i know you 变成了